哈喽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发带 今天咱们带来了三岛游几夫的《丰饶之海》系列四部长篇作品的最后一部 天人五衰 这期节目厉害了,这期节目 这期节目就给咱们的整个的《丰饶之海》系列收割尾 但是最后这部《天人五衰》 它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出场人物也很少 但是它很可能是这四本书里面最难懂的一本书 因为它有大段的人物内心状态的描写 首先这本书跟三岛的所有作品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风格 什么风格呢? 它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 就是上来就告诉你这个人物的优点缺点目的家庭背景 完全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咱们随便举例 一般的小说咱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的西方还是东方的 肯定一上来会几个描写就让你知道 比如说这个主人公是贫穷富有的 然后他是一个吝啬的人还是大方的人 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还是一个小气尖尖气咬脚踝的人 对不对 是个忠诚的人还是一个奸诈的人 对不对 这上面种种的那个什么 然后呢很多时候也会告诉你这个主人公 他的人物目的是吗 比如说有的那个故事背景在战争时期 那他就是逃难或者是要找到家人团聚 那有的是要反抗一个什么人 那有的呢就是年轻人人生没有目标 就在寻找目标找工作 或者跟朋友什么弄的种种别扭 对不对 种种的时候咱们一般讲任何故事 都是有个鲜明的目的 这个目的会勾引着读者往下读下去 但是三岛游基夫的作品里 其实很少能看到一个鲜明的目的 所以这也是他对于读者来说一个最大的门槛 就是我们电影学生经常用一个用语叫做麦格芬 麦格芬就是勾着你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你上来告诉迪宫迪那个汤姆克鲁斯说 有炸弹要爆炸了 你女朋友被人那个抢走了 你赶紧去救人去牵炸弹 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麦格芬 你上来电影一开始就告诉你 怎么回事 坏人要那个捣毁世界 对不对 好人你要怎么做 但三岛游基夫的作品里 大多数作品都没有一个鲜明的人物动机 这个动机 你很可能在读完一本书之后 也是云里雾里的 但是相信我 如果你能仔细的读上一两遍 然后好好的揣摩里面这个句子 你在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是能知晓这里面的人物动机的 我也是在读完这一本书之后 才明白 这里面人物是帮着这样的目的 这样的心态在做事 所以读完你才能感觉到这本书的精华奥妙 但是你在开头的时候 这个就让很多人劝退了 所以我的视频就是要帮助大家 来更好的一起来读 当然我必须先指出 我的细细的读这本书 也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我也并没有参考别的任何的专业的资料 还有什么其他的学说都没有 所有的话都是发自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也不存在有人给我写稿 供稿文案什么的 没有 全我自己又瞎白火 就这么回事 好 那咱们进入正式的进入天人武帅 首先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天人武帅这个含义 很简单 这个在这本书里面前面的段落 也就是三鸟一夫 借由他笔下的人物 本多凡邦之口 讲出了这个事 就是讲 天人就是相当于神仙 相当于神仙 可能是一种能长生不老的 或者是一种寿命比较长的一种神仙 那武帅就指的是他们有五种 或者说五个阶段的衰落的方式 有分为大武帅和小武帅 反正不管大武帅还小武帅 反正武帅指的就是说 本来天人能翱翔于天上 然后外表穿着华丽的羽衣 然后各种都很贱美 但是衰落 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 你的法力不行了 然后你的肉体不行了 你的外表也不行了 内心也不行了 反正就衰落 天人有衰就指的就是 天人们神仙们的蜕变为凡人 甚至衰老死亡的那些过程 当然咱们也更好理解的是 那这里指的其实就是人类的这个衰老和死亡的会上 所以这就是本书的一个标题 那我先给直白的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那这本书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三岛没有告诉我们 其实那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有个聊文学评论的一句话 叫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我觉得这个赞誉放在哈姆雷特上是过誉了 我并不认为哈姆雷特有那么值得探讨的角度 说实在的 哈姆雷特是一个很典型的 很标准的一个模板戏剧 我并不认为它有很多个角度可以挖掘 相反我认为 这句话这个模式放在三岛有机夫的作品上 是全宇宙全地球最当之无愧的 因为三岛有机夫的作品可以说确实是一千个人心中 就有一千个三岛有机夫 真的我是觉得这样 就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 包括我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又看了这本书的后面的那个叫什么 叫叫就是一直翻译的人啊 写的后继嘛 对不对 就是咱们中国的翻译 那他翻译过这本书之后 他又有什么样的理解 他简单讲一讲 我也是不同意的 说实话我是不同意的 那么首先我就直接点点出啊 《丰饶之海》系列 最后一本天人五衰 它的核心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控制 控制与反抗 控制与反控制 你要控制 其他的 世界 社会 人 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什么一种规律 那被你控制的那一方 他又 他又想反抗 他又想反过来控制你 对吧 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咱说白了用一个现在的 当代一个比较 但是不太准确 但是流行的词就是POA 但这里面就跟POA不一样 咱还是用直白的控制这个词 就是 我首先我还是要讲明白 就是《丰饶之海》四部作品 前两部比较好懂 前两部好懂 春雪里面清显 它是一种执着一种虚妄的抽象的爱情 第二部奔马里面 春执着一种盲目的忠义 它就是有一种具体的执着 而这本书的译者 也是用这个规律来找 来那个解读第三部和第四部的 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第三部和第四部 也就是小四和天人五衰 它整个的主题跟前两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在写作过程中 三岛游基夫写作前两本书的精神状态 跟写作后两本书的精神状态 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那里面的原因 当然由我之前提到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 他在刚刚开始写第三本书的时候 传来了他的前辈 川敦康成多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这对他就很深大的影响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因为 三岛游基夫在写的后两部作品的时候 他有可能已经预谋了自己的死亡 他已经下定了要自杀的决心 他是抱着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说他后两本书写的是非常非常虚无 可以说是非常灰暗的一种境界 所以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后两本书 先讲第三本书 也就是小四 小四的主题其实是 求知和徐务 和徐劳 和徐务 就是本多 那这两本书的主角都是本多了 就不再是那个清显和薰的转生了 那个他们的转生 那个金茜公主 就是完全配角的作用 到第四本书也是 当然也有一个转生的人 那个人叫透 一个青年 16岁到20岁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但是他也是一个配角的作用 我认为后两本书的主人公 完全变成了本多 那第三本讲的就是 本多的求知探索 他在探索轮回转生的奥秘 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发现是徒劳的 那第四本书 更加 更加的就是 让人绝望 到了这本书 本多试图要掌控一些什么东西 他已经 更进一步的从探知 探知是试探 就是尝试的阶段 他的人生 更加接近死亡 所以他要逼迫自己走入 更加决绝 义无反顾 无法回头的这么一条路 那就是 我要控制一些什么东西 而这个控制 能让我的人生 在最后阶段 让我感觉到 我是有存在感的 我是有价值的 我是活着的证明 所以本多要控制一些什么 他就是 后来本书 本多处于一个 不断的在释放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释放自己的意志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好了 那主题就是这个 第四本书 我的解读是控制 但是 你们可以有自己的解读 这是我的一家之言 同时呢 这个控制 当然 我给大家透个底 也是徒劳的 也是虚无的 因为你想 你想控制住 真的能控制住吗 而且这里面 没有胜利者 这本书 天然有衰 他就牛逼在这里 就是说 这里面的主人公看似在互相 会帮助你解读理解 整本书的一个主题 微笑 非常 非常重要啊 我现在就开始给大家讲解 首先就刚才说了 这本书里也有一个就是清闲的转生 他叫做透 这个是个16岁的青年 他出生的那一年 刚好就是第三部的那个金倩公主 死去了那一年 但是这里面首先一上来 三岛基夫给我们打了一个谜语 就是说本多自己也并不能确定 金倩的死和透的出生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也就是说 如果透出生于金倩死亡之前 那么透就绝不可能是金倩的转生 对不对 但是这里到书的结尾一直也没有告诉我们 透到底出生于什么时候 因为首先透自己不知道 他是一个没爹没妈的孩子 那本多也没有明确的知道金倩公主 就是死在什么什么时候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一个谜题 谜谜谜 首先透自己可能有一个生日 但这个生日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日 很难说很难说 就像咱们国家农村有时候 你上户口给孩子 给出生的小孩上个户口 你问他哪天生的 那很可能家长记不住 真的农村很多时候是记不住 就随便调了一个就差不多相近的日子 那就作为他生日 但其实身份证显示的那个生日 跟他争持的出生日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带入一个一个疑问 就是说在前三部里面 本多一直相信的轮回转生这种逻辑体系 本多已经把轮回转生 纳入了他的理性思考范围内了 他就是说他已经从科学上 理性上逻辑上接受了轮回转生的概念 但是第四部一上来 本多当然也是依照的这个概念来形式 来找到了透 但是 这个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是个疑问 本多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 对他的怀疑 但本多想了什么 就算他是假的 也无所谓了 因为本多要死了 他抓住透 就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除了透也没有别人了 所以本多这个时候 已经不再去执着于纠结 轮回转生这个学说的真假 也不再纠结于透到底是真的转生 还是冒牌货 本多在意的只是 他能否控制住透 这是最关键的 那么一开始 另外还有一个场景描写非常好 就是说表明了 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场景描写 我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 就因为什么呢 这会帮助我们理解最后的结尾 理解最后聪子与本多会面的时候 聪子的一番话是什么含义 开头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个结尾 开头只这样讲 伊豆半岛已经裹在薄雾里 隐没了 过了一阵 出现的不是伊豆半岛 而是伊豆半岛的幽灵 接着幽灵也消失了 既然消失 那么也就是无际可循 尽管在地图上存在 但它也已经不复存在 半岛 船同样都在一片混沌之中 出现了 又消失了 半岛和船究竟哪里不同呢 船出现了 它打乱了整个布局 存在的全部构图产生分裂 一艘船从水平线上迎头闯进来了 此时实行让位 船出现前的整个世界 遭到废弃 注意非常关键 船的出现 正是为了摒弃那个保证它 不存在的整个世界 所谓生成 就是无限的重新结构 重新组织的信号 是遥远传来的一声钟鸣 船出现了 就要敲钟表示船的存在 骤然响起的钟声 震荡着四方占领了一切 海上不断的升起 存在的钟声长鸣不歇 这里其实用船指代的什么 指代是人的转生 一艘新的船出现了 意味着什么 旧有的船不存在的 那个海上的世界被打破了 那个世界再也不存在了 消失了 是这样一种极端的概念 咱们平常理解 船出现了意味着 在旧的世界上 添了一个新的东西 但三岛基夫的思想 它是如此的极端 他认为 当原来海平面上 三点的时候没有船 三点零一分了有了船 那么这个海 就不再是原来的海了 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了 消失无际可循了 因为新的船的加入 带来了新的宇宙 可以认为三岛基夫 所理解的这个世界是 每分每秒 都生成了新的宇宙 新的就像人 人的转生一样 新的转生覆盖了旧的转生 新的人的出现意味着 旧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 当这个人还保留着 原来转生的旧的标志和符号和思想的时候 OK 他遵循旧的逻辑 他没有跳出框架 OK 他还是旧的人的转生 但是一旦这个人做出了一些 超越于这个转生框架的举动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转生的框架将被永远的打破 这个转生 这个逻辑链条就消失了 至少至少在清闲 勋金茜公主和透这一这一脉上 他们这个关系就消失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像你每天上班都沿着同样的一条路线走 好 那这个逻辑是不变的啊 从这走到这需要15分钟 但你有天突然拐拐了一个弯走了别的路 那么三岛一复就告诉你 从前的路再也消失不见了 你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那条旧的路了 你只能是重新走走这条路了 你只能是走新的路 这就是他对于转生的破灭的一个 给的一个合理的依据啊 注意 所以这本这本书天人武帅这本书 其实最终是告诉我们转生破灭的 但是转生的破灭并不意味着前三本书转生是虚假的 只不过到这里有一个人的出现 让转生这个事到这里终止了破灭了 好 那我们就来就接着往下看 是谁的出现让转生破灭了 这个人就是青年透 这个时候距离那个金茜的死亡已经过了16年吧 那本多凡帮他已经是一个76岁的老年人了 76岁的老年人了 从一开始第一部书春学里面一个18岁49岁的小伙子 到76岁的老年人 这个时候已经是二战之后了 就是日本和美国已经建交了 然后日本经济处于一个非处发展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他本多76岁了 本多的妻子离枝早已经去世了 现在所以本多是首先是他是孤独的 他是非常孤独的 那么透这个人一开始跟本多是没有见面的 透是一个在海上工作的这么一个 在海岸上工作的这么一个青年 他的工作呢 就是在海边的瞭望塔上 看着遥远的船只过来 然后把信号发给这个 就是相当于港口管理中心吧 说某某船要来了 你们接待一下 某某船是什么什么号 来自哪个国家多大 然后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仓库 你们接待一下 他就是这么一个青年 所以你看透 透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是窥视 是远眺 是用那个海岸上灯塔上 那个瞭望塔上的望远镜 他要远远看着这个团 这个动作让你想起了什么 让想起了第三本书里面 本多凡邦 他就是一个窥探者的角色 他在自家的这个书房隔壁 他在窥探着金倩 他们的睡觉 同时呢 他也去外边的公园里窥探着 在公园里那些亲热的青年 那些青年可能就去不起旅馆 所以在公园里亲热 所以本多凡邦在第三部里 他是在公园旁边的草丛里 树丛里后面悄悄藏着 窥探亲热的青年 这对于他是一种 很能激起他情欲的一个东西 他是一个这么一个窥探者 这么一角色 所以这里透 透虽然他不是窥探 他是光明正大 用望远镜看 但这个意象 其实也暗示着 他和本多是一样的人 透和本多本质上是一样的人 一个76岁的老头 和一个16岁的青年 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透 生就一副 严冷的苍白的俊美的面容 注意 这个严冷苍白俊美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柔之美 其实跟第一部里面清显的样子 其实有点接近 所以透并不是一个 恐怖有力的阳光庆典 所以这种 但是这种肉体 在三角油级夫看来 恰恰是美丽的 值得歌颂的肉体 本多凡邦并不具有这样的肉体 所以本多一直是羡慕着 嫉妒着这样的肉体 透的心是冰冷的 没有爱 也没有泪 他懂得瞭望的幸福 你看他懂得瞭望的幸福 一双天赋的眼睛 教会了他这样 他没有任何创造 他只是认真瞭望 眼睛呢 出奇的明晰 认识出奇的透彻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他的思想是非常透彻的 透彻即表现在 他能一眼就看穿 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 也能被别人一眼看穿 他就是这么一个 没有什么心机的人 透是有一些想法 但他想法非常非常直白 他没有创造 他所以透 对于透来说 最重要的器官是什么 不是大脑 不是什么手 而是眼睛 他只要看到了 就成功了 不需要思考 你看怎么想的 透是这样想的 所见超越存在 像鸟儿一般 所见是翅膀 可以将透带入 谁也未曾见到的领域 在那里 就连眉也像穿的一身蓝绿的裙伤 变得破烂不堪了 我看到了 就意味着我成功了 看到比存在更重要 这说明什么 透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 因为看需要自己 就像我们比如说 崇拜一个山 是因为山在那里 而并不是因为我看到了山 就像那些藏民去盘山 去什么走 什么高人波及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是山本身的 我们承认客观的存在 是远远大于我们自身的主观的 但是透不是这样的 透是一个非常自我 一个人 自我 他认为 我看到了 比什么都重要 这是他的这个 有点就是 违心的一个 一个哲学观念 而看能超越美 超越存在的一切 是那么简单 所以 透的人生变得出奇的容易 因为什么呢 他不加思索 不加理解 他并不去理解外面的世界 是怎么样子的 他只是看 那看还不简单吗 有双眼睛就行了 对不对 我看这个手机 我看电脑 我看这个画 看着你我他 看着外面的汽车高楼 就足够了 我看是多么简单 所以透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人的贫困 政治和社会矛盾 一点也不需他烦心 他有时浮现出 亲切的微笑 注意 关键词来 微笑在这本书里面 会无数次的提到 非常非常关键 透有时浮现出 亲切的微笑 但是 微笑与同情无缘 所谓微笑 本是绝不容忍 他人的最后标题 就是 你实在不能容忍别人了 但是 你又 那个碍于社会规则 你不能打他一个人 不能把他杀了 那怎么办 只能微笑 这是有点无奈吗 就是咱们 其实这个东西 咱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有时候 你领导 你觉得说的不对 但是你又不能顶撞 领导 你又跟领导 微笑 嗯 微笑 就是这个 所谓微笑 就是 绝不容忍他人的 最后的标记 就是一个人 要是永远以微笑对人 那说明他内心 已经心如死灰了 他觉得 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是臭狗屎 那怎么样 微笑 是公撞嘴唇 吹出的 无形的飞剑 说明 说明微笑 其实也是一种很有力的武器 透是怎么想的呢 一切皆自明 一切皆已知 你看 就多么自大的一个人 认识的喜悦 只存在于海的比方 看不见的水平线上 就是只有看不见的东西 能带给透好奇 你看 所以是这么一个东西 人们如今还在 为是什么而惊奇呢 他只是社会上的那些人 人们的诡诈 就像牛奶一样 一处不漏的 被分配到家家户户 透认为世界上的 所有人类都有着诡诈 那因为诡诈 所以人们不再惊奇 任何东西了 人们内心是诡计多端的 所以不再惊奇 而透他内心里 并没有什么诡计 因为透他有的想法 他只是直白的表现出来 透比如说 透要伤害我 透直接就过来伤害我 透并没有什么诡计 他这种诡计是 很容易被看穿的 所以说透他的喜悦 就是在于说 我只要能看到新东西就好了 那透在这个灯塔上 还认识了一个姑娘 这姑娘是个绝世的丑女 丑女 她叫做娟江 娟江是这一代 大户地主家的女儿 有一次因为失恋 而脑子发生异常 住了半年多的精神病院 那种症状很怪 叫做什么 爱阴郁的狂想症 其后呢 娟江也没有太大的发作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 他把自己认定为绝世家人 所以娟江的心中安定了下来 所以你看 娟江和透 有着什么样的本质上的一样呢 透认为说 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东西 我不必再思考了 那我只是要不断的看就行了 而娟江认为 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大美女 我是绝代的美人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比我更美 那如果你们 对我表现出什么异样 唯一的原因就是 你们嫉妒我都美 所以这两个人都是极端的自我自恋 一个是对自己的思想表示极端的自恋 一个是对自己的外貌表示极端自恋 但实际上 一个一个人是思想上是空洞无物的 一个是一个外貌其丑无比的 他们是这样一个状态 就属于一种 没有完全没有看清自己的一个状态 娟江因发疯而砸坏了自己带来的 给自己带来无限苦恼的镜子 娟江不看镜子 然后所以进入了一个没有镜子的世界 这个世界的现实是 可以使他见他所想见 不见其所厌见 一切都变得可以选择 可以重塑 所以娟江就是也是这么一个 就是说封闭自己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 就是说他见到的都是他想见到的 都是这么感觉 所以他跟透这样的一个关系 透其实呢 也并不是那么喜欢的娟江 透只是觉得 透只是怎么想的呢 这两个人 他和娟江都是一副硬心肠 一个因精神异常获得保障 一个因自我意识获得保障 心肠的硬度几乎都一样 而且不论怎么互相磨合 谁也不用害怕会蹭出伤痕来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无比的自恋 所以不必担心会伤害到对方 而且很重要的是 心灵的磨合 不必担心也化为身体的磨合 就是说 在透哪 透对娟江是没有任何肉体上的想法的 没有任何肉欲啊 所以这两个人就是说 怎么讲呢 非常合适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没有爱 没有感情 没有肉欲啊 只是娟江 娟江喜欢透 然后因为透长的这个帅气的外表啊 是典型的三脑级服务作品 比里面那种帅气的外表的形象 娟江非常喜欢透 但是透对娟江是完全没有性欲的 没有没有没有感觉的 他只是觉得 娟江的存在能带给他一种好处 这种好处是什么 有一个疯女人的存在 自己能更加确定的坚信自己的 是活着的这个正确 自己的是多么的呃 就是厉害 自己都是多么透彻 多么清晰 多么明白 他去 因为他活得太明白了 他的世界里没有任何能刺激到他的东西 所以他旁边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别人给予他刺激 而一个疯女人 有精神疾病的女人 是最能给予透来刺激的啊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就是我们活的就是像我自己来说 我我其实这方面我有点稍微有点自大 就是我觉得我懂得很多道理 但其实我内心希望了什么 我希望我周围的朋友能不断的挑战我 能觉得哎 八代你说的这个好像不对啊 八代我听说一个事啊 你看看是怎么解读的 就是其实我是希望我周围的朋友 呃能不时的给我一些新鲜的刺激的 就像这个一样就所以透因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刺激了 他每天看着重复的海面 透过望远镜窥视 他的所见其实非常狭窄 所以他需要一个疯女人给他刺激 实际上有感觉 那本多呢 呃咱们再聊到本多 本多是怎么跟那个透见面的呢 本多跟庆子啊 庆子就是在第三部出现的一个女人是本多的邻居 比本多大概小的呃十几岁左右 那么那么庆子是那个同性恋啊 庆子是喜欢女人的 所以第三部里庆子和这个金茜公主两个人是搞上床上了啊 但这个事呢 呃并没有说让本多反感 本多此后跟庆子一直保持着呃很好的友谊关系 所以呃这两个人呢就一直到处旅游 本多跟庆子都是有钱人吧 然后旅游 然后这一天呢就旅游到了这个伊右半岛这块 然后那个本多看到一个岸边上有个这个灯塔啊 还一个瞭望所挺好 那所以就登上来往所想去参观参观 然后见到了透 那这正此时正是一个夏天 透穿的也不多 那透在那个呃胳膊底下 左肋下就 展露出了三颗黑质 被本多看到了啊 所以本多就认定了 哦你就是清闲的转生 所以本多当时没没做什么表示 但回去就跟庆子说 我要收透为羊子啊 就是这么这么样的一个一个状态啊 我要收透透为羊子 所以 透啊 透在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他呃怎么办呢 对不对 透那呃当然是 他是一个首先透人生没有什么目的 所以透对钱财财富什么的 并没有什么的呃 那么在意 透只是觉得我每天就这么混日子挺好的 因为透觉得我我我每天能看这个海啊 就不错了 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内心思想的一个人 那这么一个没有思想的人 他当然也没有什么理想 没有什么说我要干出一份什么大事业来 所以透其实是一个用现在还是用咱们流行语说啊 不知道恰不恰当 躺平 我就躺平了 我就一辈子当一个就是海边的瞭望所的一个瞭望员 挺好的 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你看透呃看到了什么 从覆盖着地平线的浅灰的云系之间 正对着第二座铁塔一台 透从那里一眼瞥见阳红色夕阳般惨粒的日出 你看啊非常惨淡的描写 他把日出描写的非常惨淡 说明透这个人的生活是一种灰暗的 没有什么希望的 越过云联的那轮太阳上下隐蔽 只露出光亮的纯形 这幅涂着阳红色的口红的薄唇 带着讽刺般的冷笑 注意 讽刺般 他把太阳 你看咱们看到日出都觉得日出好呀 相当的朝气蓬勃 但是透看来日出是什么 讽刺般的冷笑 好一阵浮泛于云间 嘴唇越来越薄越来越模糊 指抛下一痕 似有似无的冷笑 消瘾了 天顶上却充满了十明十暗的光辉 你看透这人生 他看太阳都是这么 咱们这么 人类一般都会喜欢太阳 但透是对太阳抱有这么一个感情 你看透呢 知道自己有三颗志 但是这个三颗志 他是也从来没对被别人展示过 透呢将这三颗黑志看作 在所有人中自己独享自由恩宠的肉体的名正 因为透是非常自我的一个人 他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想 所以正因为如此 所以我在人群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是特别的存在 我是宇宙中最特别的存在 而这个存在反映在思想上 就是我的所见大于存在这么一个概念 反映于肉体上就是 我有三颗志 别人都没有 所以透是不知道 他的前世的这个概念 透也并不知道轮回转生 这么一回事 他也不像第三部金钱公主小时候似的 记得前两世的事 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么咱们再说回来 本多和庆子是怎么样的有关系呢 这两个老头啊 也是有一种就是 彼此搭伴生活的一个感觉 但是他们两个人 从来没有彻底的 有什么感情的关联 首先那个庆子是同性恋 庆子对本多并没有什么什么欲望 但这两个人还能在一起旅行 然后作为邻居也能友好的相处 是因为什么呢 很有意思啊 假如说老年就意味着必须面对最不愿承认的真实而继续活着 那么本多和庆子互相在对方心中找到了一块逃避这种真实的藏身地 那这个真实可能就指的是衰老死亡啊 本多和庆子虽然是都是老年人 但是他们在互相在对方心中找到了逃避的地方 为什么呢 亲密并非同时存在 就是他们两个并没有亲密 而是他们一种什么感觉呢 急匆匆的交叉着躲进对方心里 双方交换空房之后 又立即紧闭自家的门飞 自己独居于对方体内 就是说我整个人啊 我自己内心里没有什么就是精神依靠了 我就进入到你的精神体内 我把你当成依靠 我每天想着什么 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但是你过得怎么样 跟我无关 什么感觉 我住进你的内心里 你住进我的内心里 比如说我关心你 你关心我 但正常咱们社会 我关心你 你关心我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感情 会产生依赖 要觉得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 那这常人而知 咱们会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这两个老内人 他们彼此的关心 是抛去了自我的关心 我关心你 调侃你 讽刺你 嘲笑你 挖苦你 还是说拿你逗闷子 然后帮助你 扶持你 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并不指望 从你那获得什么回报 或者说我也并不指望 出于我的关心 我自己能获得什么 其他的这个感情 没有 所以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神奇的存在 就是完全丢掉了自我 完全丢掉了这种 自我的价值 两个人是 在自我心中 因为我们爱对方 其实也是意味着爱自己 我们希望对方能爱自己 那不这样 我们彼此关心 才能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是这两个老年人 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寄托 就是他们没有孩子 对不对 就像很多中国式家长 他把寄托 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对不对 他希望孩子对自己反馈 而在日 而在日本 就是在这个 这两个老年人 三道有机夫笔下 他们是前半部分 跟这个中国式家长 是一样的 就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 但是后半部分 他们绝没有 绝没有希望对方 能给自己什么感情上的回应 所以是非常决绝的 就是他们的人生 也是非常灰暗 非常绝望的 这么一种 近乎于变态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完全杜绝了感情上的依赖关系 完全杜绝 而本多呢 他其实是 还是有一些 这个 欲望和渴求的 那这个欲望 渴求是什么呢 他只在偶尔的 偶尔的瞬间能感觉到 就是 生命是有热情的 是什么呢 是食物的味道 你看 贯穿60年的某种启示 通过雪天里 热油饼的味道 告诉本多 人生呢 无法从认识上 获得任何东西 但是却窃住 渺远的 瞬间感觉的喜悦 宛若夜间 旷野上 一星明亮的篝火 击退 千万的黑暗 至少在燃烧期间 照亮生命的暗角 这后面的比喻 篝火比喻的是什么 是热油饼的味道 本多这么大年纪了 他虽然断绝了一切 人世的这个欲望感情 他也不指望说有什么老伴 他妻子死了就死了 他跟庆子也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但是 本多依然知道 就像雪天里热油饼的味道一样 这个热油饼啊 能带给他瞬间的喜悦 就是热油饼放进嘴里 吃下去那一瞬间 是给他喜悦的 这意味着什么 直白的肉体享受 这是一种直白的肉欲的享受 因为咱们讲什么 食色性也 就是食欲和性欲 是其实非常接近的东西 都是直接作用于你的感官 作用于你的肉体 本多此前的一生 他沉浸于什么当中 咱们之前也讲过 沉浸于理性的思考当中 他甚至把轮回转生 这么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般的东西 纳入了理性思考的框架 本多此前一生是当审判官 当律师 他之前一直是靠着理性的思考 来支撑自己 获得快乐 获得喜悦的 但是他越到年纪大 他越想感受到什么 感受到谈恋爱的快乐 他在第三步的时候 还妄图想谈恋爱 但是到了第四步的时候 他太老了 真的已经放弃了谈恋爱 他也没有谈恋爱的能力了 但是他偶尔能体会到是什么 就是一种吃热油饼的快乐 而这快乐 其实也对后面有暗示作用 就是本多这么大年纪的人 他已经忘记了他所有的快乐 但是肉体的快乐 还是能刺激到他的 那么如何找回这种肉体的快乐 这也是今后能决定本多命运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存在 这里是埋下的一种伏笔 而本多这个时候 他仍然没有去见聪子 因为咱们第三步讲到了 辽柯跟本多说了 聪子小姐依然美丽漂亮 是个很很标致的老太太 但是本多到这个时候 他还克制着自己的内心的冲动 他想 亦或聪子也暗暗知道 那种时机何时到来 指的是他和本多相见的时机 悄悄等待时机的成熟吧 这么一想 在老麦的本多心中 立即涌起一种莫名的甜蜜之情 你看 因为本多其实在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18岁的时候 他也是暗恋着聪子的 就这个时候他想到 总有一天 我们两个老头老太太还能相见 我还能见到聪子 那就有种甜蜜 这个跟那个肉欲是意义贯之的 他尽管上次的恋爱的能力 但是他还是有这种 就是说对美好的向往 因为在他的意志里 聪子仍然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人 对不对 虽然年纪大了 本多想到 你看这本书 天然武帅这本书里 没有太多的故事的推展 但是有大端的内心的独白 心理描写 本多想到 自己死的时候 他看到的这些大楼都不会存在了 你看说明什么 就是这个描写非常重要 就是说他本质上跟透是一类的人 透因为所见来坚定自己 作为核心的价值观 作为自己的内核 而本多想到什么 当自己死了 他看不到这些大楼 那大楼也就不存在了 所以本多内心上 他也是一个倾向于一个唯心主义 倾向于 我私固我在 倾向于我看到了才存在 我看不到就不存在 所以本多内心也是非常非常自我的一个人 这个老头 非常非常自我 他年轻时候不这样 但是那人越老 其实三道尤吉夫写的是什么 就是衰老会让人的内心变得愈发的变态 衰老 肉体上的衰老会影响人的精神世界 是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本多想到自己死的时候 大楼全都不存在了 那不由得感到一种复仇的愉快 他回味着那瞬间的感觉 他轻而易举就能彻底摧垮这个世界 使之归于无 因为自己一旦死去 确实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这是多么变态而荒唐的思想 这样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老人 依然保有死 这一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使他有些洋洋自得 本多一点也不害怕五衰 你看本多本质上是什么 他害怕五衰 他害怕死害怕衰老 本多害怕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本多就是自我催眠 他觉得一旦我死了 世界也就被归于虚无了 那么我很厉害 我可以用死来报复这个世界 你看本多就是这么一个自我麻醉的 这么一个心理 那本多在和庆子在这个海港上 这个游玩的时候 庆子呢作为一个女的 他还是想要一些留下一些照片的照相 那他就和本多在照相 在海港 当然有一些就是收费的摄影师 咱们以前小时候去什么国家旅游景区 都是有这样的摄影师 一张像十块钱嘛 这个这样子 那庆子就拉着本多和他一起照相 本多这个时候 这个情节为什么我非要说很重要 因为本多在照相的时候 他成为了一个被观察的人 本多此前一直处于一个窥探者 观察者 那在被照相的时候 他感到一种玩笑般的屈辱的底层 在某一瞬间发生了微妙的位移 本多在这个时候成为了人们的笑料 因为他是一个被适应的人 那其他的有可能看着这两个老头老太的 觉得现在你们这么大的还要照相 成为笑料 由此确认了窥视关联着自己的世界 此刻看热道的人们的世界变质了 本多从一方 从自己一方的窥视 变成了一幅画 就是一幅 本多成为了一个照相照着的一个状态 所以本多其实这里面暗示的什么 本多在窥探世界的时候 他早晚有一天也将被世界窥视 这个窥视不是自面一样窥视 而指的是审判 观察 任由世人来评说你 让社会的黎民百姓来评价你 因为本多在这个时候 本多的资产又增加了 本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反正他的理财能力非常好 那这么一个有钱的人 就像现在王剑林满云一样 那大家当然会喜欢传你的八卦 但只不过这个时候本多还没有说什么 让人八卦的那个缝隙 苍蝇不定无缝蛋 本多这个鸡蛋还没有裂缝 但早晚有一天 本多会从那个亏视者变成被亏视者 他会裂缝 那其他的社会上的百姓就像苍蝇一样来盯着他 是有一个感觉 本多在那就接着讲 本多和庆子上了这个这个海边的这个这个 这个廖光塔看到了这个少年 少年就是透 少年透 本多和少年四目对视 此刻本多直接的感觉到 少年心中有一个和自己机构完全相同的齿纹 以同样冰冷的微动和无比准确的同一种速度在旋转 这个少年你看和本多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内心没有爱也没有眼泪就没有状态 不论多么小的零件都和本多的一模一样 那种机构同样缺乏完整的目的 就人生没有目的 这么一个老头人生他已经没有什么目的了 但你想想一个16岁的少年他的人生没有目的 这是多么可怕 仿佛对着万里无云的虚空突然发散着什么 突然 这个字 面容和年龄迥然隔夜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硬度和透明度分毫不差 分毫不差 本多这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 我要把他已经看到了少年身上那个志 就是那个三个黑志在这个灯台上 所以我要把这个少年领作养子 好我们这期就先讲到这里 本多已经下定决心 要把少年领作养子 那么之后 少年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 因为咱们这本书的主题讲 一开始就讲过了是控制 本多其实要把他领作养子 其实就是想要控制这个少年 因为本多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什么了 一个老头他能控制什么东西呢 他连自己的身体都控制不住 他的身体的疼动 他完全控制不了 他想快速的走路跑也控制不了 虽然他有钱 但是这些钱能用来做什么 他控制不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真的是想要控制一个 可以被控制的人 而恰好他遇到了一个最适合被控制的对象 那就是清闲的转生 本多在此前一直是处于一个帮助清闲的 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同时他其实内心里想了什么 他内心里隐隐约约 也想作为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他想控制住清闲 控制住清闲 他想从帮助快而一步 他想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的领路人 那这个愿望到了本多一个老头这 本多现在可以说是老奸巨华 他面对一个透明的透这么一个青年 所以他萌发了控制的思想 但是透可不是一个善差 透将会对本多施以自己的报复 咱们下期接着聊